我们今天来到的建树民宿 什么叫建树呢 就是一开门就看见一棵树 对吧 是因为一棵树 所以我来到这里 看我们湖南妹子多能干 家里特别的惬意和安静 而且也特别的舒服 你到这里就感觉到有一种慢生活融入到这里 而且心情也特别的开朗和惬意 这会儿呢 我们遇到的是建树民宿的超越者 田勤英 叫田田妹妹 田田妹妹呢 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妹子 非常的能干 就是因为一次旅游和新玉草相遇 然后呢就爱上了这里 这个园子就是她的 这个民宿就是她的 田田妹妹 你看你的这个小院特别舒服 远处望着雪山 新玉草开的时候还可以看着新玉草 是的 就是很多客人就特别喜欢 就是说这种质朴 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没有太多的钢筋和水泥 就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面没有感受到这种泥土和泥土打交道的这种过程 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的庞浦墙 然后我们的木方寺 然后姐姐的那个花园也没有过多的修寂 然后就是根据种的就是聪明的一些种法 然后我觉得也很喜欢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院子 我看了那么多家民宿现在有这么多家 然后但我就喜欢这个 哎呀我就觉得我今天来晚了 你们家这棵杏树 两天开放的特别漂亮的时候 如果我们俩再坐在这个底下 是不是感觉更好 对就是 确实提前来个十几天 然后就可能十来天吧 然后就满树的杏花 然后杏子熟的时候 然后也是很好的 我们摘一棵杏子下来吃就行了 又不打龙药 今天我们在建树的民宿 遇到了幸福 有一对幸福的新娘呢 今天要在这里揭开面纱了 于是我们就跟随着他们的 幸福的婚姻的旅行 来到了小溪沟 来见证这对幸福的爱情 有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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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你成为最新的的女人 请你嫁给她 给她 给她 되면初五四三十五 切丹 切丹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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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这么浪漫过 看到过这么浪漫的求婚 你都激动的哭了 对啊 我都感觉好像 我自己 特别激动 然后为你们感到特别的开心 然后作为 你是我们的自然居民 然后也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特别开心 你特别能南方 也很有心 然后特别信任我们 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请问你说有什么感觉 说一下 就觉得 就觉得很意外 因为我们就说今年我们结婚是不准备白酒席了 我想到说我们可能就是出来旅游出来玩 就很意外说他有帮我准备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激动 很激动 有被敬喜到 我就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帮忙准备 谢谢 这个野餐意不意外 很意外 激动就对了 我们先去那边吃点东西 然后后面好好婚礼环节 哦 好 那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休息一会 好 对 平复一下心情 平复到吃 平复到吃 很压力 啊 我 Voice 不� overwhelmed 不论 啊 rudan 会 我们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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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